打開血壓劑量測血壓 一般正常狀況 兩手血壓不會差太多 但一名七十多歲患者 兩手收縮壓相差三十以上 加上時常頭暈 甚至多次溫厥倒地 診斷後確認罹患弓箭手症候群 又稱轉頭性追動脈症候群 這條追動脈那個角度的問題 它會被拉扯到 所以直接導致右邊這條追動脈 它的血流迅速的下降 它造成整個後循環的血液循環不足 就病人就昏倒了 原來這名病患十五年前罹患鼻咽癌 接受化療與頭頸部電療 導致左追動脈阻塞 左鎖骨下動脈阻塞 以及右內頸動脈狹窄 今年後開始出現左手臂無力酸碼的症狀 之後只要頭左轉就會暈眩 醫師表示只要是鼻咽癌 食道癌 喉癌的患者 接受電療之後 很容易有類似的後遺症 醫師表示如果民眾某個姿勢會暈眩 甚至暈倒 或者兩手的收縮壓差距二十以上 就要儘快就醫檢查 可裝內緊動脈支架 或者服用抗血小板藥物改善 新新聞 莊彌 謝嘉玲 採訪報導